一连四天中秋廉假正式展开 一号一大早有部分车潮陆续涌入舒华改 警方立即加强部署交通疏导工作 而交通大致上都还算顺畅 并没有出现严重的塞车情形 而另外这次廉假当中 火车票虽然是一位难求 不过还是有机会可以出现少数的剩余车票 每逢连续假期好山好水的花莲 就是西部民众出游的首选 十月一号一大早 舒华改就开始涌入车潮 在各大景点也陆续挤满游客 其中不少民众就怕被塞在车阵当中 因此特别选择提早在凌晨就出发 从台中 路上有没有塞车 没有我们半夜三点出发 走中横过来 没有塞啦半夜没有塞 一连四天中秋连假 警方预估从舒华改行经花莲的车流量 将会超过七万辆 对此警方也做足了万全准备 那我们预估花莲将出现 这个大量的返乡及旅游车潮 那我们新城分局已经针对 辖内泰鲁的国家公园中横公路 以及省道台九县 还有七星潭风景区等重要的路段路口 规划了32处的这个交通疏导港哨 也希望在遇到有这个交通事故发生 或者是主射情形的时候 我们能够立即的排除 也随时反映这个车流的状况 铁路部分虽然要往返花莲车票 依然是很难买 不过在上下车人数 却跟平常六日期间差不多 部分列车甚至还出现剩余车票 在昨天的载客量看来 下车的人数差不多在一万五千多人 那其实这个也跟平常的五六日差不多 都是顺畅 因为我们有加开列车 还有优惠列车 那到目前的状况看来 都秩序都大概都还蛮顺畅的 面对连续假期大量旅游人潮 不管是民众或警方 如果不想被塞在车阵当中 都只能够将防范做到超前部署 而警方也特别针对容易塞车路段 透过科学方法管理车流 以免让民众陷入无限塞车的噩梦 据实力群华联士报道